陪同市长谢国良搭车的市政府交通处处长王俊宏表示 台铁通勤比公路通勤来说减少塞车的风险 准点的稳定率会更高 也可以让上班族避免迟到的风险 将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运输工具 我们主要交通处是想市长指示 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规划 就是希望我们一个通勤上班的一个直达车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从我们整个苏运的一个旅次的一个数据来看 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大概八到九点 有一个所谓的苏运的苏运人次的一个量能是最大 将近一千五百人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一个专属的一个通勤直达车 能把这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流量能量的部分 做一个输运 而且刚好这一个时间 刚好是到台北是属于上班的时间 那火车直达车它具有所谓的准点 直接到站的优势 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 在上班的时候我想说时间比较好拿捏 也不会像国道客运假设有塞车 那个压迫性焦虑性会比较高 就是我们市长指示的让我们市民好朋友 能安心的到站到台北以后 能安心的进到上班整个的一个环境 王处长表示他们会持续地收集各方面的意见 用同理心依照通勤族的意愿来进行推动 希望能够符合最大多数通勤族的需求 让他们有一个更舒适更稳定的通勤条件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